院長我想我跟您討論五一勞動節全國一致放假的問題喔 已經從蘇貞昌院長到陳建仁院長到您卓院長上一次的會期 我也有跟您討論過 那我本來以為經過大家長期的討論 這下倡議原本快要獲得了這個確實 那我想不曉得為什麼吐塞煞車 那搞得大家也都人仰馬翻喔 院長行政院認為把全國兩大群人那無數的家庭放假日不一致 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 那每次談到五一勞動節 那我們就會來行政院就會說 是依據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員一整年的放假天數是115到116天 那目前已經達到上限 我想請教院長你這樣的說法到底是依據現行的 公務員服務法的第幾條 又是哪一年修法的 院長 這個是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一條 它是在八十九年六月就三讀通過的 內容就是115天到116天 但是我們最近這兩天為了要放假不放假的事情 搞得大家都非常的不含很焦慮 我覺得全國公務員也好 包括所有的國人在什麼時候 該怎麼樣放假 有怎麼樣來決定 地方該負擔於地方的責任 中央會來協助 那這件事情我想我們就統一來看看規劃 將來朝一個更合理的方向來思考 因為剛剛院長你提到公務員服務法 這個你說是八十九年 那就是兩千年嘛 可是可能院長你可能沒有理解 沒有弔詭的是說 在2022年公務員服務法有做過全文的修正 所以該項的所謂的115到116天的休假日上限 它是一個附帶決議 它的原條文已經被修正不復存在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附帶決議行政院還在遵守 這個條文在2022 這個公務員服務法已經經過修正了 那這個看起來院長沒有掌握 所以你們還宣稱依照這樣的一個附帶決議 來處理公務員的休假 那院長我想啦 今天這場質詢包含公教人員 在內的全國勞動者都在看 五一要不要全面放假 實際上我覺得這是最表面的問題 可是政府應該不容閃躲的核心爭議是在 我們該如何看待勞動人權的普世價值 我想當台灣被背負的 所謂的過勞之島的罪名的時候 我想政府卻持續帶頭破壞勞動者團結 我們把所謂的受薪者階級 硬深深把它分成兩塊 一塊叫做勞工 一塊叫做非勞工 公教人員就是非勞工 那勞保就是勞工 然後用這樣切分勞工與非勞工的錯誤概念 然後來用紀念勞動者團結的這一天 來刻意的彰顯出來 院長不覺得很諷刺嗎 我想院長上次你跟我的回答 也跟其他的委員回答 說要來尋求社會的共識 我想問是說五一勞動節全面放假 需要的社會共識是什麼 那請院長回答我 那政府又打算如何的權衡社會共識 那我想當牽涉到勞動團結跟勞動人權的大是大非的時候 政府不可以沒有立場 那人民如果在政府沒有立場的一個政府 那人民要怎麼樣信任你 所以我想政府要照顧 包含公教人員在內的廣大勞動階級 這才是個有為的政府 所以我覺得還是一個態度跟價值的問題 所以院長請你回答我 你說要尋求社會共識 要怎麼樣尋求 對勞動人權的維護 政府向來是很積極的 以後也不會改變 那這個共識就是我們想 社會各個領域各個族群